喽喽喽 小家我们今天是什么任务 我们今天不是去求职的吗 求职 面试 大老师你穿成这样去求职 我就是这样 因为咱们求的职业不一样 一个人送的不一样的公司 求职的 本期故事发生在MT2022年 你是一名正在求职道路上 四处奔波的年轻人 昨天你收到了一家 叫做MT游戏公司的面试邀请 这是一家新兴公司 几乎查不到相关的资料 你不想错过任何一次机会 于是今天搭上了 前往公司的班车 车上还有其他的五名求职者 你们中间到底谁能获得 那份令人心动的提供呢 我觉得我们的勇气是可以 但是就是缺心眼 因为连查不到任何资料 我们都敢去 为了找工作而找工作 什么活不重要 各位有什么梦想中的职业吗 如果说不当艺人的话 我想打球 打球啊 职业运动员 我小学五年级的梦想是进CBA 然后帮个女孩们 拿着我拿毛巾 国伟 我想当城管 城管 城市管理员 感觉很有国伟的风力 做国伟吗 这个名字就很顶天立地 立得住 大老师 我想当中医 当什么 中医 真的假的 真的 这么酷 对中医特别棒 很长久的一个 对想当中医 我想当电竞选手 江森你打游戏真的 那必须的 可以 好早之前我跟比赛姐 我们打那个跑跑卡丁车 手机版 挺好玩 然后结果呢 你老转一半 然后呢 没有结果 然后谁赢了 他就老赢 不是非要赢 他们俩打为什么我赢了 不是说你们俩打 跟他 他说他们俩打 没有 我说我和比赛姐 真的是 白志刚 你心灰有点才华 就这聊天方式 能活到十五都不错 我说真的是 不是 话题中间这 李宾你想干嘛 我 如果真的求职 我觉得不用求 可能就是那种 自己就可以完成了吧 旅行冒险家那种 对 他老子自个儿一人出去 这个好 这个好 你自个儿一个人 从家里出门 最远到过客厅 不是 不是 最远到过北极 南极还是北极来的 北极 北极 自个儿 那过程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吗 就没有网络 那你怎么坚持下去的 就还好 对 姜丁来说就打不了游戏了 那个斗鸡主 有单机版啊 可以自己玩斗鸡主 马上也有 但记吧 对